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释了自己跟林志玲相识相爱的过程 竟然又是痴癖 了不起的是 这不是Aquila收割的第一个女神了 2011年她与长泽杨美传出秘密恋爱的消息 两人同是金刚县庆田市出身 双方父母都相识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不追日本娱乐圈的女朋友看到组合名字问我 我在想一粒丝耳啥时候出组合了 进入科普时间 这个人数很多 反正你也记不清谁是谁的日本男团 在日本算是国民男团 最为人熟悉的代号就是民工团 因为一眼望去都是黑乎乎的 他们最红的歌应该是这首 Rising Sun 今年每年跨年的红白都会唱 Aquila本名黑泽良平 1981年出生 今年37岁 演过麻辣教师 官方身高应该是比智琳姐姐高了 声明里提到的刺鼻舞台剧 当时她演周瑜 但是熟悉民工团的我 立刻想起来了上两次结婚的婚席 前队长取了三户彩 另一个主唱取了 吴景笑 个个都是Top级的神言 不得不让人访问 这个男团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 说起日本男团 大家脱口而出肯定是追加 吉尼斯的家大业大风波发展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遭遇了竞争对手 竹子会社LTH的冲击 他们推出一个上一系男团 区别于对家那张美少年爱豆的风格 更加肌肉型男 也更加注重唱跳实力 伴随着当时嘻哈和街舞风潮 在日本的兴起 找到定位的一个赛开始走红 国内粉丝把这个团喊作民工团 相应的经理公司被叫做包工头 与此同时 民工团的粉丝们也有一种 我们不只是看脸我们各个业务能力很难打的骄傲 自称为工友 不过民工团也有纯红齿白的意外 因为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 而走红的骗击良态 就是出自这家的 Junner Ration from Exile Triple 主唱 第一任包工头 吴斯兰广行 Hello 不是奶茶 既是队长 也是公司的总经理 甚至这个公司最初 就是由放荡兄弟的六名初级成员出资成立 Love Dream Happiness的缩写 除了放荡兄弟 还有放荡一组 Exile Triple Easy Family等组合 作为组合 一个Site 是以最大的特点是表演者和组织上没有主持之分 而且队长一直有表演者担任 在Hello的代理下 一个Site成为日本国民级男团 也就是他 取走了我们这位眼里的人妻 商务材 2003年 一个Site组合登上了以日本各行各业中的杰出人物为题材的深度纪录片节目 情热大陆 演出舞台剧等 Aquila就是这样 认识到了智琳姐姐 你看多进剧场的男孩女孩运气总不会差 祝福智琳姐姐新闻快乐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请订阅和点赞 转发一下吧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您的看法 一起讨论一下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